分享一个观念 因为带着不同的观念做同样的动作 他得到的效果不一样 所以我先来谈一个观念 大家都知道八卦 大家都知道八卦 八卦当初讲书上讲是什么 是福西仰观天辅茶地看鸟兽之文 也就是说他把刺激的东西看完了以后 归纳出来八个 八个来代表 所以八卦基本上本身就已经是归纳法 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八卦以前是乱七八糟 世界上很多东西 据说是福西仰把它归纳成这八个 symbol 这八个符号 来代表它 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个呢 因为现在讲八卦它的概念是衍生的 就是说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好像八卦是什么 八卦是衍生出来的 是不是 不是 当初八卦是归纳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八卦 他从这个八卦里面 后来分析出有四四象 是不是 他们的共同处 找到共同处 找出四四象 再找共同处 说找出两仪 在两仪怎么来的 才说有太极 后来又说太极怎么来的 才又说有一个无极 是不是 可是开始的是这个 好 在八卦权里面 在八卦权里面怎么看 怎么看 看他 在八卦权里面 他不讲太极 他一开始就讲两仪 他往回也只是到两仪 什么原因 我们讲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是不是 看这个好像是说 好像是排列组合 在八卦里面 八卦权里面 他不是这样看 他是八卦是来自于两仪 成四四象 也就是说 这个是羊 羊嘛 是不是 我们讲 这个是羊 这是阴 两仪是什么 两仪是指的直 四象是指的什么 四象是指的形 开始有两仪的时候 就有直 什么叫直 往前前一来 你怎么 你怎么今天会 会来 你会挑好 好时间来 因为从两仪一分以后 才有直 什么叫直 哎这个人 这个是阳性的 那个是阴性的 这是直 直嘛 是不是 男人女人是直 直的差别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才是有意义 意义的 形是什么 形是属于物质式世界 比方数学里面的几个基本形嘛 圆形 三角形 方 方 方形 是不是这样子 四象是四个基本形 他用什么来表示呢 这个形是阳阴 这个形是阳阳 这个形是阳阳 这个形是阴阳 这个形是阴阴 他用四个形 后来变成四个方位 四个 八卦是什么 八卦是存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我说他指导八卦呢 归纳出来指导八卦呢 因为八卦是什么 形直兼备的存在 只有八卦是形直兼备 有形无直不能是存在 他是一个想想法 有直无形也不能表现 是不是 他也不能在这个世界 在我我们这个世界存存存在 有没有一个世界专门是直没有形 我不知道 有没有一个世界专门有形而没有直 我不知道 但是以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它归纳出来 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形直兼备 能存在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 这八卦里面包含了什么 因为八卦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是不是 它有形有直 形是可见的 直是不可见的 我们把它称为灵也好 称为神也好 称为魂也好 称为性格也好 称为什么都好 就是那些不可见的东西都是属于直 所以有同样的形 可是直不同 它就不一样 有男女长得很像 可是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形看起来是一样 可是因为直不同 就分出男女 有的是男生 他是男生 可是他的直偏什么 他的直偏阴 他打扮成女生 比女生还要像女生 那是直的差异 有的是女生 外形明明 形明明是女生 可是他的直偏于什么 偏于羊 所以他 虽然看起来是女生 可是那个性格像男生 对不对 所以世界上的东西就是形跟直 它是相成的 所以在我们的八卦观念里面 阴阳成为八卦 那不是两仪生四孝 是两仪跟四孝是相成的 所以直存在于行的哪里 直存在于行的哪里 比方讲我们说灵魂 灵魂存在于人身上 是不是 存在于哪里 是不是 这有很多争论 在这个系统的观念来看 它存在于哪里 你二乘四得八 这个二存在于八的任何一个理念 是不是 因为它是相成 它是渗透进去的 直跟行的结合 是渗透的结合 然后水跟泥的结合 它是渗透的结合 不是单一 存在于哪里 哪一个部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行 每一个东西 你说这个石 石头是一个行 它有没有直 石头 石头 石头有没有直 有 有 石头有直 我们光队基本的讲 这个钻石的直 比较硬 那就是钻石的性格 是不是 有的石头比较松软 那就是这个石头的性格 那就是它的直 每一个存在东西都有行的直 那存在于哪里 存在于这个行的每一个部分 所以在八卦拳来讲 我们要练 我们要练行 我们要练字 我们可以说 要练神 要练这个身 心 要练灵 要练神 怎么练 怎么练 所以我们在练是干什么 我们是用八卦来练 因为存在嘛 这个东西 存在嘛 是不是 存在的这个东西 它是行 可是它每一个部位都包含了这个字 这就是身体法门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做所有的动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在做所有的动作 我们虽然说感觉到身体肌肌肤肌肉在动筋在动关节 这是好像是属于行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你在动的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直的存在 也就是说它都有那个神的存在 都有灵的存在 所以它不是只存在于头脑 不是只存在于头脑的某一个页哪一个地方 或者存在于心存孤 不是的 存在于我们活动的每一个地方 那就是身心灵 我们由身来练心来练灵 它是一个 就是说 当我们画一个太极图 后人画一个太极图的时候 其实画出一个太极图 它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两极四项八卦了 是不是 所以太极不能单独存在 太极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不能讲它 你一画出来它就是了 你不管太极图是画这样子的 还是画这样子的 还是画这样子的 不管你画太极图是什么样的 你只要一个圈出来 就已经有两极四项八卦了 就已经是 已经是这个 所以 我们练东西是什么 从有形的 一定要从有形的去追寻 无形的 从可见的 从可见的 去探讨那个 探讨那个不可见的 这是身体法门的重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直接去找 直接去找 这个呢 因为没有这个嘛 你就算用机器 你做出一个机器人 那个是一个形 机器人也有 是不是这样子 汽车 你到街上去看 每一个厂台的汽车 汽车是人做出来的嘛 是不是 可是你去看 它那个形出来了以后 你会说 这款汽车看起来很凶 那款汽车好像在笑 是不是这样子 有一种汽车看起来有气派 有一种汽车看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颓颓的 诶那是人做出来的东西啊 它是一个形啊 它是一个形啊 为什么它会有那种性格出出来呢 是不是 所有的形的存在 都一定有字 一定有那个字 所以带着这样子的 这样一个观念 比如我们在练所有的东西 我们在练所有的东西 八卦 大家都晓得到 比方讲后天卦 后来把这个 把这个排成个圆 比方讲前坎更正 后天的虚拟 是天啊 水啊 山啊 这个雷啊 风啊 火啊 地啊 折 或者里面有五 有五行 有金木水火土 都这个 人在哪里 中间 啊 中间 对 人在这里 人在这里 寒意 寒意 寒意是什么 寒意是 这些都是为人所用 我们选而用之 我们了解它的选而用之 我们了解它的选而用之 人是作为伊甸园的管理者 为人所用 所以一个练武的人 一个传统练 练这种系统的人 他不会放弃掉人 不会放弃掉人的尊严 作为人的尊严 所以后来有很多练武的人 入佛入道 可是他绝对不会把自己 托付给 托付给神 神鬼 不会 不会托付给秘密 一定是人 这个是世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师父他以前年纪那么大了 看医生到底 看西医看中医 也不排斥中医 也不排斥西医 但你要了解每一个 它的限制是什么 它的专长是什么 然后我们生病了 我们了解 然后我选择 要用什么 要用什么 不会盲目的把自己 就交给神 一直到死 他都掌握对自己的 那个控制权 你能不能控制 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那个魄力 去拿住这个控制权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练东西 有几个层次 中国的很多东西在练 他很多东西在练 有几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 比较低的就是讲应用 第一个比较练 他就是练用 学一个技术 学一个技术 学一个东西 他就是我 怎样用 怎么用那个来生存 怎么用那个来谋生 生活 第一个是应用 第二个再高一点呢 是练什么 练身心合一 练我的身心就是修养 修养 再一个境界 再一个境界是练天 天人合一 练天人合一 就是人跟大自然的那个结 结合 中国所有的艺术 都是分成这三个 所以你的心理是什么 比方你练书法 写书法 写书法 写书法可以只是应用 我把字写 什么体我都会 是不是 我就成了一个写家了 那个你注意的是一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 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个 是不是 有的人练书法 不是 人要端正 气要稳 我练一个定静 我用书法来练我的定静 那是练修养 他练书法 再练修养 字写的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他不管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在练书法 我在写这个字 可是我的头脑里面 我在结合的是这个 我在结合的 我的字跟我的人 跟我的天之间的结合 我们练身体也是一样的 我们练身体也是有这三个层次 就是说 所以看你要用什么观念来练 练应用的 现在很多人练打啊 或者专门练健康啊 统统可以 统统可以 但是那个不是中国的武术 中国文化的最精华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讲练健康 你不用来练 不用来练这个 因为太麻烦了 你练这个活的也不见得比 你没练得很久 第二个层次是练修养 把我的气血练平和 把气血练练平和 把气血练顺畅了 我们讲练到顺通平衡 练到顺通平衡 身心能够做到顺通平衡 修养自然出来 还一个 中国武术比较珍贵的是练这个 就是前面讲的八卦那个观念 由行 由行来练神 来练止 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做同样一个动作 你在练同样一个东西 看起来是在做同样东西 可是你的头脑里面 放的是什么 它影响到我们 做这个东西的效果 这样 这样懂吗 所以 所以我想起来啊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念 所以我的师爷 郭宝田告诉我师父 我师父告诉我 说 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 很多人搞不懂 武术本来就是打人的 是不是 那个是在应用的观念上来看 可是他说 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这个东西 他在讲这个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花时间流汗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把目标 把境界 把理想定得高 高一点 让我们发现的东西 会不一样 所以由这个里面看到 我们讲那个行跟直 行跟直 我们从行来找 从这个可见的去找那个 去找那个不可见的 中间的联系是在哪里 是什么东西决定我可以找得到 或者我找不到 对不对 联系他的就是认知 就是观念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什么认知 什么观念去做 你的认知是应用 你练的东西连结 我刚才不是讲这个 跟那个目标的连结吗 你的脑筋里是应用 你连结的就是应用 你是要健康 你连结的就是到健康 这个路比较短 这个路短 好容易达到 这个路长一点 这个路非常长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我比较少 比较少弹 比较少弹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班 专注在练这个东西 专注在练这个东西 所以我提供这个观念 给各位参考 因为这种由生练到心的东西 是越简单的东西 越单要东西 越乏味的东西 它越需要这样的观念 是 所以这三个层次 是不是每一个层次是心法 它本身就是心法 我的意思是说重点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比较偏向于其他力 力境的部分 另外一个可能有意识的 这个部分的转换 对 所以当时应用 比方讲以武术来讲 在我们学师 会一定讲不要谈打 不要学打 什么原因 因为你学打的时候 那是一个应用的连结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在对方的身上 你的心在输赢 你的心在输赢 你的心在外面 你讲这个健康的时候 你的心在你自己 是不是 你的心在你自己 你讲这个的时候 心不是啰 那个心很大喔 那个心是从由你扩张到 扩张到周周周周去的 所以这个认同不一样 心法 心法就不一样 所以对于应用的需求 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境界 根本 根本不重要 懂得吗 他认为 他认为 根本 根本 根本不 根本不重要 同样的 在这个境界 认为重要的东西 到这里来了 也不重要 好 但是这个里面 是有连 连结的 就是这个跟这个 是有连 连 连 连结的 你的修养要到了 身心合一 到了一个程度 才可以去玩 去玩这个 那你这个到了呢 这个也会 中国很多乐器 刚才讲了 书法绘画音乐 中国古琴的音乐 一些传统音乐 它都是在玩这个到这个 可是你说它行不行表演呢 它也可以表演 你听得懂就很好 可是它不是为了表演 是不是 所以它在玩这个 玩这个 通了以后 接这个 然后它也可以做这个 所以我们练拳 我们练身体 开始是这个 开始绝对不要是这个 开始这个 你练到顺通平衡了 自然接触 因为这个是天人合一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人先合一 是不是 你人都不合一 怎么去跟天合 你自己都四分五裂了 所以先走这个 这就是很多中国武术 现在被批评 说根本 根本就不能打 不能用 套路做什么 在马步干什么 练这个干什么 因为他们是用这个的 标准去看的 用这个的标准去看 所以我们的认知 认知 先要 先要有这样的认知 好 有 有 有问题吗 这个 所以意思说 你出的最高精神 最后要 得到精髓 事实上是这样的 对 所以以前 它没有 比如说天晋 事实上是这样的 其实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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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只是在这里 它会不会就是 人家的心意 不只是眼睛看 它是一种不思的感觉 画镜 因为在解释画镜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解释不太出来 所谓的画镜是什么 那个画镜 如果是走到 走到这个地方 那个画是把自己画 现在解释画镜是 在解释那个镜 解释那个镜 什么叫画镜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名词的时候 你不知道 那个Peter常常讲 那什么 重力常转 转转转 那你能够练到 你能够改变你的那个 周围的存在状 状态的时候 你才可以 才可以 就产生了感应 所以产生感应 你自身产生感应 跟天人之间 产生感应 感应 但是你不能一开始 求这个 你一开始求这个 就像前面画的一样 你一开始就去 就去找那个 找那个职 找那个神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找 因为这个的条件 这个的条件 不够 这个条件 不够 不够 等等 我们去找是凭什么找 凭这个人找 找 可是你的人的条件 条件不够的 你小学生的程度 到世界上去找任何东西 你都是找到跟你程度 你能够看得懂的 就是那个程度 对不对 所以要从人先开始 好 我们自己提升起来 我们自己顺通平衡了 我们才 才看得懂 好 那个东西才是稳的 那才是稳的 好 好 晓得吗 所以为什么中国五千年 所有的大道理都讲 都讲完了 所有的经书 把大道理都讲完了 为什么得到的人那么少 好 就是 大部分没有 没有从形来 没有从生来 都是知 都是知 没有从生来 对身体法门是 一步一步一脚印的 身体法门 身体法门 你走一辈子 也 也不见得能通 哈哈哈哈 但是它是一个 比较实在的路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好 所以要晓得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练人 都是在练人 所以我师父讲说 我们是以权来练人 不是人去练权 权是工具 所有的练法都是工具 它的目的是练这个人 不是人去把那个权练得漂亮 把那个权练得有威力 不是 目的是 目的是在人 中国所有的东西 目的都在人 我师父教读书 教学 写书法 教下旗 目的都是在人 那些都是工具 来调整 这个人的 用来调整 调整这个人 这样懂吗 因为人在中央 所以在这个观念来讲 人只存在于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 客观世界 不存在 因为我们一死就没有 人不存在 那些世界 那些世界 都 对人来讲 对人来讲 都不存在 所以人 人为主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担心 现在很多人 因为我跟宁卫局的很多人 混那种的人 在一起很很久了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点 就是古人讲 祸福无门 为人至遭 请神容易 送神难 神为什么要你请 他 他 不是 因为这个世界 是人的 是 是 世界 不是 因为这个世界 是人的 是 世界 我们存在这个世界 是人的 世界 不是 神跟鬼的世界 可是你要请他来 他就来 可是你不请他来 他没有权 权力 懂得吗 这是给人的世界 这是物质世界 是人的世界 懂得吗 所以古人才说 请神容易 所以你说 为 为什么要请呢 神如果那么伟大 你不要请 他一样来 来啊 是不是 不是的 你要请他 他才能来 这就说明了这个世界 是属于人的 所以不要乱 乱情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 中国人是很有魄力的 中国人 你看以前有那个 赌徒千六合彩 拜观音 拜季公拜什么 千六合彩 几次不准了 就是把季公向观音向往河 那很棒的 那就是这个观音 懂得吗 因为传统就是这个观音 我是人为大 神是我请你帮忙 我供你 是不是 我对你礼貌 我供你 是请你帮忙 你不帮我忙 我把你丢掉 这是这样子的观念 好了 这个是闲话 但是重要的是前面 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 那个 注意力 关键是在那个 注意力 懂得吗 注意力灌注在哪 灌注在哪 影响到我们练的成果 好 好 来